尸利亚 伊德利布 在这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有大量恐怖分子和反弹武装分子。 尸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布周围集结超过15万作战部队,已经将伊德利布包的水泄不通,但在该地区除了俄罗斯和叙利亚之外,还有一支不可小视的军队,那就是土耳其陆军。 俄罗斯和土耳其本来在本月15号,上帝在伊德利布展开联合巡逻,并同时建立冲突降级区,以环节地区紧张局势。 但伊德利布的反弹分子趁着俄罗斯和土耳其谈判的时候反而扩大了武器部署,坦克、火箭炮等重型装备都开始从在非军市区加强部署。 突然,俄罗斯和土耳其伊德利布问题上市时被达成协议,是叙利亚最后决战和时打响的关键。 俄罗斯国防部在本月初下达的命令要求伊德利布反叛军在10月10月之前必须撤离非军市区,并且保证俄罗斯会减少伊德利布的空中打击。 但适得其反,虽然俄罗斯为与土耳其的谈判中做出了妥协,但面对叙利亚政府军一侧, 土耳其军队在伊德利布让巴沙尔政府表现得十分不乐观。 战争一旦再次打响,政府军很可能与土耳其交火,伊德利布的形势并非土耳其所保证的那样和平到来,也就不乐观。 初解,叙利亚政府军老虎部队可以说是直前东风,巴卡尔依下令这些部队就能挺进伊德利布。 就在俄罗斯发出警告后的一周,伊德利布独立武装HPS发表国际公开声明, 这要在叙利亚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扑,并坚决不放弃使用重型武器和撤离伊德利布审。 这些反叛分子对于俄罗斯和土耳其正在签署的联合巡逻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们可能更加需要一场战争来交大马士革脱狂, 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从美国的利益角度上看, 去利亚现在快速恢复,稳定不利于美国中东战略, 所以反叛武装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准备主动打响反击战。 图结,图中伊德利布有土耳其的岗上, 去利亚政府军的前沿争地, 还有亲土耳其反叛武装零散的大量控制据点, 想要在该地区展开最后打击, 将是地坛是清扫, 所以俄罗斯一直在说服土耳其, 让这些反叛武装缴械投降或撤离该地区, 伊德利布反叛武装主要袭击的对象并非是利亚政府军, 更不是俄罗斯, 而是当地平民和警察部队成为了打击对象, 这种行为在巴沙尔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 米采先生特约局视评论员弗一鹏指出, 是利亚政府军方面其实和反叛军子的需求是相对立的, 十五晚是利亚精锐大军也需要一场在伊德利布的战争找找世纪, 武装对此的挑衅成为最好的发动性战争的契机, 弗一鹏指出,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股作气, 巴沙尔现在就是这种心理, 用最集中的力量, 最短的时间, 任何代价解决伊德利布问题, 毕竟这是阻安世纪利亚彻底恢复战后重建的最后一块阵地, 但土耳其和俄罗斯在该地支的利益权衡, 让巴沙尔根本插不上嘴, 伊德利布决斩时间拖得越久, 对土耳其越有利, 土耳其不希望在自己国家的连进发生新的战争, 即便主战场在叙利亚一侧, 但对叙利亚全国范围内来说, 将面临更持久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